现在说到周杰伦啊 第一称谓已经不是音乐才子了 而是全能奶爸 生活当中的幸福是满满的包围着他 那周董的身材啊 也是越来越放纵了 近日呢周杰伦自己交代了 近三年胖了多少斤 13公斤 我真的很贪吃 看到什么都来一点 暴露吃货的本性还无伤大雅 关键的关键就是 嘴馋的代价反映到了自己的体重上 我那时62公斤 现在75公斤 但是大家看不出来 对于杰伦这样自欺欺人的回答 调皮的粉丝 立马找出了一系列对比图 有侧身杖 有论笑颜的不同打开方式 以及买家秀与卖家秀 不得不说 相比身材巅峰时期 周杰伦的确囤了一圈幸福肥 拔块腹肌 棱角分明 2012年专辑《十二星》作中 周杰伦破天荒的好身材 让人眼前一亮 他口中的62公斤指的就是这个时候 那时周杰伦也对秀身材乐此不疲 拍电影都要秀一秀 来 一 二 三 抱一下 抱一下 看到没有 演唱会也要露一露 他还常常化身健身教练 传授锻炼方法 而在饱受僵质性奇助炎 及肠胃炎脂苦后 周杰伦的体重更是跌到历史新低的59公斤 我觉得这场男生很少59公斤的 讲真的 对 因为我自己都吓一跳 随后周杰伦便开始了自己的增肥之旅 如果说中间几年还不算明显 浑厚杰伦的体重可是成倍增长 以前都还是可以跟跟红一起练 搭练一下 然后打打篮球这样 那现在比较少 老实讲 比较少自己的时间 因为要带孩子 七零币变成了蝴蝶秀 满身肌肉早已闹脾气离家出走 打球是这样 陪妻子看秀是这样 小编想说 杰伦同学管不住嘴就赶紧迈开腿吧 可别再自暴自弃了 其实就像很多女明星一样 希望比较上向 那我觉得瘦其实 我觉得刚刚好比较好 娱乐新内地编辑报导 幸福就好胖一点无所谓